服务取代无障碍 带生意厕所论讨骂 王品集团董事长带生意 又惹争议了 继上回他誓言表示 毕业生若月薪低于5万 奉劝不要除续 上周他又在商业周刊撰文 指餐厅没有无障碍厕所 其实可透过服务人员协助 一样可解决问题 引发生肠团体不满 台湾障碍者权益促进会 比是刘俊玲 更在卓出刊的苹果论坛撰文 批带生意说法让人惊骇 他说自己两个儿子 因罹患肌肉萎缩症 得靠轮椅行动 但桃板屋没有无障碍厕所 他们常被迫去捷运站借用 甚至得挂着尿瓶到餐厅用餐 多次反应也没有改善 苹果卓走访王品旗下几间门市 其中王品光复南路店 门口有台阶 而厕所内隔阶门狭窄 轮椅无法进入 王品台中台湾大刀店 厕所内部空间也无法容纳轮椅 更缺乏无障碍设施 北市基隆路的吸体牛排 宽度同样容不下轮椅 王品左腰伸脏团体 到旗下桃板屋 台北罗斯福路店体验 其实这间厕所是很友善的 还唯一设计不好的就是这个镜面 没有90公分 就是镜面我照不到而已 那整个整理的各间设计是很友善的 厕所的空间 以及厕所是不是能够进入上厕所 是即使服务再好 都无法替代 其实我们是来把这个部分也 很清楚地去表达 王品集团回应 带生意的意思 并非餐厅不需设五障碍措施 只是不设标志 让生障者能自在用餐 且会透过服务人员导引 王品设立据点或重新改装后 都已规划五障碍厕所 其余会在三到五年内设置完成 动新闻 服务态度跟厕所不能上 有关系吗 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